这个女人站在城墙之上 划破了自己的喉咙 像一片纸一样坠落下来 但她的脸上没有丝毫恐惧 反而挂着一丝解脱的笑 一旁的许皇后被吓得浑身一抖 宫女们也都四处逃窜 唯有霍夫人十分淡定地 将溅在脸上的那滴血轻轻抹去 这样的场景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在这皇宫里 人命早就已经变得一文不值 女人的地位更是低到了尘埃里 就比如这一场酒宴之上 男人百般刁难自己的小妾 逼她喝酒 女人喝不下了 她就逼她血狗爬 满满一堂人则轰然大笑着 看着这一切 更有幸灾乐祸者将菜汤交到女人头上 而这一切都被阿赵的女儿王正军看在眼中 她忍受不了母亲遭受如此的屈辱 跑过来推开了恶毒的女人 并反手将一碗菜汤都泼到了她身上 小小年纪的女孩 眼神中却满是坚毅和倔强 但很快她就为自己逞一时之快的举动 付出了代价 连同母亲阿赵一起被吊在了柴房里 经此一事 阿赵还被丈夫一纸修书赶出了家门 为了养活女儿 走投无路的她进了宫 当起了医女 没想到的是在这里 她居然遇到了自己的新年好友阿言 她相遇固执两人分外惊喜 没多久 众人就被喊去考核 精通医理的阿赵先一步给出了答案 但她没有抢走全部风头 把解释的机会让给了好友阿言 两人的表现让霍夫人很是满意 便在考核结束之时 问他们两个想要什么赏赐 阿赵脱口而出 知道这些理论都是身为医者的本分 不需要什么赏赐 可阿言却与她相反 务必斗胆 想要一些钱 给她一亿黄金 我的信条时 越是有胆识的人 越是先得到奖赐 霍夫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阿赵 在之后的日子里 常常将两人叫到府中 为自己调理身体 经过一些时日的观察 她决定交给阿赵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我要你 帮我杀了皇后 霍夫人 说什么 霍夫人气定神贤 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早在阿赵开口要黄金赏赐的时候 霍夫人就调查过她 丈夫一事无成 整日只知道问她要钱 去外面喝酒寻乐 稍有不顺心就会暴打她一顿 因此她告诉阿眼 同为女人 自己十分理解她的处境 甚至可以帮助她脱离苦海 但前提是阿眼要帮她一个忙 奴婢能帮上夫人 那夫人尽管说呀 只要奴婢办得到 赴汤蹈火 在所不息 可下一秒或夫人的一句话 却让她如同晴天霹雳 我刚才正说了一半 我听说你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儿 两个女儿是支撑她 在这个世上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所以当霍夫人拿他们来威胁自己 阿眼即便再不愿意 也只能上了霍夫人这艘贼船 很快 许皇后就到了临产的日子 阿眼悄悄地来到药房 趁机将早已备好的毒药倒进药碗中 可当她把药端进屋内时 看着许皇后痛苦的模样 她又犹豫了 但就在这时阿赵将托盘拿过 上前为许皇后服药 阿眼只能眼睁睁看着 喝下药的许皇后非但没有减轻痛苦 反而出血不止 阿赵有点慌了赶紧把脉 结果就是皇子和许皇后只能保全一人 而许皇后选择了牺牲自己 因此在耗尽全身力气 担下皇子之后 许皇后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而直到死她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一下场 是那个看起来世事为她着想的霍夫人 一手造成 至于阿眼很是心虚 转身离开之时 不小心掉落了一样东西 一旁的阿赵赶忙捡起 塞进了袖子里 可只终究包不住火 宫廷的御医还是从 皇后服用过的药渣中查出了父子粉 皇帝震怒下令严查 而为皇后服药的阿赵首当其冲 被抓进了大牢 跑在交房殿总管公孙夫人做宝 救下她一命 公孙夫人还告诉阿赵 下毒之人不过是一个小小棋子 那在幕后掌控的才是元凶 若是能抓住幕后主使之人 那些同她一般的无辜工人或可保住性命 阿赵有心救人 出去之后立刻就去找阿眼 希望她能指出幕后之人 然而终究是她单纯了 这一切不过是个陷阱 她的行踪一直在士兵的密切监视之中 因此在她找到阿眼的时候 埋伏的士兵冲了出来 抓走了阿眼 蛮横的他们还推倒了阿眼的女儿 阿赵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她有些愧疚 想扶起富瑶 可年纪小小的女孩 却认定是眼前的女人害了自己的母亲 一脚踢开阿赵 还抓起石子砸了过去 正砸中阿赵女儿王正军的额头 一时鲜血直流 命运就是如此奇妙 这一生的宿敌 在相遇的这一刻起 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而被抓走的阿眼很快就遭到了酷刑 于是满心怨恨的她 也将阿赵拖下了水 于是阿赵也被抓了起来 可等两人到了刑场 阿眼又有些后悔了 因为阿赵心无所愧 她告诉阿眼 自己从未出卖过她 但一切为时已晚 百姓群情激愤 看着远处的一双儿女 阿赵心中万分不舍 但她终究还是拔出了头上的发簪 在行刑之前自尽了 这是她最后的尊严和反抗 阿眼也被迫行刑 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孝宣皇帝在长安城内 屠杀了十万余人 昔日繁华的长安 几乎成为了一座空城 那个当权了四十年 威震天下的霍氏家族 也在寝客之间全部覆灭 转眼十年光景已过 旧日的伤痛渐渐被人们淡忘 春日浪漫的魏阳宫 也迎来了五个风华正茂的少女 可就在他们兴高采烈之时 一个声音出现 你们干什么呢 来人正是皇宫的卓公公 她让女孩们交出了手中的花 并表明 这是什么呀 哎呀 只答对了一半 这是皇后和夫人们的花 你们好大的胆子 我们看到这些花 笑得这么灿烂 所以 这花你记住 永远不是为你们而笑 这是为皇后殿下 为夫人们而笑 在这永相 就是续续的春风 也不是为你们而吹 盈盈的续雨 也不是为你们而洒 角角的月色 也不是为你们而亮 念你们出饭 算了 公公喋喋不休地讲述宫里的规矩 深怕女孩们日后冲撞了哪位贵人 好不容易才结束 几人相伴来到住处 开始了自我介绍 性格最活泼 话最多的这位名叫冯苑 她表示自己进宫最大的愿望 就是当个美人 众人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我叫王正军 是王静的女儿 5月18号出生 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 为人要正直善良 我希望我能做到正直善良 王正军这个名字一出 对面的富姚瞬间变了脸色 她永远忘不了当年母亲被拉走的那一幕 就是王正军的母亲害得自己家破人亡 她努力隐藏着自己的情绪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告诉众人 她进宫是为了当皇后 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女人 我叫王强 小明昭君 腊月初四生 其实我这个人 就是对一切都无所谓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昭君还表示自己是被朝廷逼进宫的 否则她连家人子都不想当 家乡自由自在的生活 才是她最为向往的 而一旁只顾着吃东西的李渊儿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知晓 能当个良人 在这个后宫里保住性命 那就足够了 至此五个人正式开启了后宫生活 可负责管理他们的卓公公 却告诉他们 你们可以可怜 刚才走的那些人 但是这日子长了 你们会发现 留下来的更可悲 离开的是解脱 留下来的 才是噩梦的开始 而很快 他们就体会到了卓公公的意思 作为无权无视的家人子 他们每天干的活是最累的 休息时间是最少的 向上爬的机会是没有的 几天后 富瑶突然意识到 兴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掏钱打点 才会故意被刁难 逢愿听此 大方地拿出了母亲赠给自己的护身符 恰逢管事的工人寻来 富瑶便借机献了上去 可哪知道换来的只有一顿奚落 富瑶心中怒急 不领情便也罢了 偏生说话还这般难听 他当即就要把东西拿回来 哪知两个工人嘴上是不屑一顾 东西却不肯放手 争抢之中还扇了富瑶一个耳光 眼见事情越闹越大 郑君慌忙上来陪礼 非是他愿意这样 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富瑶物资怒气难平 恨恨地回了座位 东西被人拿了不说还被扇了巴掌 真是脸都丢尽了 就这样到了晚上 几人救活还没做完 新活又添了过来 富瑶想起白日所受的憋屈 再也忍受不住 心绪激荡之下 富瑶还跑到给皇后做的心意面前 生生将其撕了个稀烂 要知道这可是大不尽之罪 被发现了是要砍头的 冯月 李渊儿害怕极了 想把事情上报给卓公公撇清关系 郑君却拦着不让去 如今他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谁也脱不了干系 违京之计只有把衣服修复如初 就这样五人不吃不眠 总算在天亮之前补完 算是有惊无险 又这样过了几天 几人终于得了空闲 便在湖畔休憩 却恰巧看到了被皇帝选中侍寝的 黄良人 逆袭之间从工人成为良人 几人都羡慕不已 好奇之下还偷偷跑去看他洗澡 可没想到看着看着 意外发生了 最后他是被抬出去的 临走前卓公公还告诉宫女 劳烦您传个话给张婕瑜 今天晚上还要张婕瑜侍寝 谢公公 穷儿这就回去给夫人回话 不用谢我 此乃张婕瑜的福分 跟我没什么关系 此话一出 郑军几人心里都明白 黄良人之死恐怕不是普通的意外 而是人为制造的 几人正处于好奇心比较重的年纪 迫切想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当天晚上 就不怕死的趴在房檐上 偷偷看卓公公如何安排飞瓶们事情 只见那个张婕瑜的贴身小宫女 在一个小太监耳朵边说了几句话 于是卓公公就在他的事一下 在一众美人里选中了中美人 在房顶上观察到这一幕的几人 顿时恍然大悟 这事情哪里是靠运气 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背景 甭管你长得再漂亮 上头的娘娘们不让你见皇上 这一辈子你都别想见到皇上 可就在这时 富瑶突然开口 此时富瑶或许是真心实意的许诺 可他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在皇宫这个大染缸里 每个人都是会变的 次日出门放风的几人 忽然看到有几个小太监在放风筝 争先恐后的上前抢着完 一旁的小太监提醒他们不要再放了 在飞高点是要出事的 话音刚落风筝就断了线 又好巧不巧 就落在了正在后花园散步的张婕鱼头上 而前来捡风筝的郑君 想到黄良人的下场 心中十分紧张 生怕张婕鱼一个不高兴 自己就小命不保 又想到刚刚宫女们说的吴公主兄 他集中生智 郑君自小受母亲影响 也对医术有意志半解 说起吴公的用处头头是道 张婕鱼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脸上也看不出是喜是怒 只不过临走时 他将郑君带回了自己的寝殿 而门外等候的逢愿几人 则被卓公公罚去栏台 跪着面壁思过 几人很是不开心 正发着牢骚 有工人前来传话 说是皇帝明天要去游园 会让他们前去当差 几人当即转优为喜 另一边带走郑君的张婕鱼 对他的发型很感兴趣 便让郑君也给他梳一个别致的发型 可就在梳理之时 张婕鱼看到了自己的一根白发 他大为不喜要郑君拔了 口中话语也戴上了杀气 郑君心思玲珑不动手 反而说自己有一秘方 可以根治白发 女子自古暧昧 张婕鱼听了也是大为一动 当下吩咐婢女抄下备用 此番郑君解了他一忧虑 张婕鱼心情大好 连带着郑君做的发型 也是看得顺眼起来 次日 傅瑶几人盛装打扮来到了游园会 满心的期待 换来的只是无情的奚落 几个女孩敢怒不敢言 但谁叫她们只是身份低微的家人子 可就在这时 傅瑶瞧见了远处皇帝的身影 几个女孩又激动起来 纷纷跳上蓝台欢呼雀跃 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 虽然都是徒劳 且这样的举动 让旁边的公公深感不安 唯恐惊扰了圣驾 便把他们都赶了回去 几人虽不情愿 但也只得离去 回去途中 他们还在为见到皇帝的背影沾沾自行 可见人的初心是如此难能宝贵 即便是小小的恩泽 也能心满意足 忽然一阵悠扬消声传来 几人寻声而去 看到一位乐师正在亭中吹消 曲调婉转 让他们不由驻足倾听 带到曲臂 洒脱的乐师将手中长销扔了过来 引得他们一阵嬉笑 少女情怀总是诗 回到居所 几人看到了归来的郑君 得知张婕渝非但没有为难他 还对他说的发迹很是满意 他们不由又羡慕起来 能和皇帝的宠妃搭上关系 真好 到了晚间 几人做完活计归来 却不知怎地迷了路 闯进了一间偏店 就在这里 他们听到了一位老妇人叙道的声音 几人心中害怕正想离去 却听到那老妇突然说道 这番话在几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当天晚上 傅渝就做起了噩梦 梦中本该自己是皇后 可当穿戴着凤冠侠配的皇后扭头时 却是郑君的样子 她一下从噩梦中惊醒 把其他几个人吸引过来 坐在一起讨论刚刚都做了什么梦 冯愿一如既往的开心 表示自己做了美梦 可当问到昭君时 她却说自己从进宫起就没做过梦 傅渝听到这话陷入沉思 看来除了昭君 他们每个人都有别的心思 次日 几人在宫中方式闲逛之时 卓公公突然找到郑君 说张婕渝又传唤他去宫里 帮他缝制七夕香囊 还要他带一个人过去帮忙 而刻意与众人走开的傅渝 来到了一个男人的小摊前 男人看到他十分激动 此人正是傅渝的哥哥傅子元 看着日渐销售的妹妹 他满眼心疼劝气回家生活 虽然没有荣华富贵 但至少自己可以养活他供他吃喝 可傅渝却铁了心的要留在宫里 傅渝信心十足 他容貌心机样样齐全 只不过是缺一个机会 他一定会努力在宫里站稳脚跟 为他们死去的母亲报仇血恨 看着妹妹充满仇恨的双眼 傅子元有一瞬间的呆滞 而回去之后 傅渝就听说了香囊一事 眼珠子滴溜滴溜转 他眼红郑军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次机会他一定要抓住 一定要在张婕渝面前留下好印象 再跟他搭上关系 但何尝是他这么想 在座的各位除了昭君 心里都打的这个算盘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分别争先恐后地对郑军好 冯愿陪他洗衣服 傅渝和他一起练习缝制香囊 李源儿更加卖力 为郑军采摘了许多 做香囊用的孔雀斗 为此还伤到了手 郑军被他的心意所打动 最终决定带他一起 去张婕渝的寝宫 但世间俘获相依 李源儿恐怕怎么也没想到 这是他悲剧命运的开始 却说郑军和李源儿做的香囊 得到了张婕渝的肯定 当天就赏了他们 好多糕点和脂粉 傅渝与冯愿见了羡慕不已 两人在湖畔感慨万千 傅渝不甘心 他进攻一心只为出人头地 便在此时 他察觉到了李源儿 在一旁偷听他们说话 傅渝记上心来 突然对冯愿说道 还特地嘱咐 一定要在路前五刻放灯 可等李源儿一走开 他又立马改了口风 说刚才只是说着完的 千万不可以在路前五刻放灯 因为那是皇后和嫔妃们的放灯时间 旁人要是乱了李絮 是要被逐出宫去的 而李源儿倒也心思单纯 回来就把这事告诉了郑军 两人当晚就做了河灯 写下心愿放到了明渠 可在他们才刚走 河灯就被傅渝捞了上来 换上自己编造的心愿 重新放入明渠 还不止如此 傅渝又偷偷在他们缝制的香囊中 放入了刺鼻的花粉 没多久张婕渝就因为香囊 起了满脸的痘痘 他又惊恐又愤怒 本夫人平时带你们不跑 可怜的袁儿和郑军 就这样被关进了报室 遭到了毒打 郑军还好心智坚硬 相信只要自己是清白的 就一定可以出去 但袁儿却是害怕极了 听到这话的郑军茫然不解 他不明白袁儿所指合适 难道花粉真是袁儿放进去的 只见袁儿摇头否认了 但却说出了另外一个隐秘 原来袁儿竟是早年宫中 被害死的李美元的侄女 不过他生性怯懦 虽进了宫却没有丝毫报复的念头 只想安稳过好自己的日子 可出了此番事情 张婕瑜必定会查他的身世 等到时发现了他和李美元的关系 只怕会认定袁儿是因为报复才进宫的 这样一来 他必定性命堪忧 就不应该来 我姑姑的死在后果正处 我一定会含冤去死 然而 还没等到张婕瑜查他身世 卓公公就又盛上了一盏花灯 上面写着王政军想当皇后的心愿 张婕瑜都被气乐了 当下命远将此物送予皇后 由得他发落 卓公公却觉得是有蹊跷 哪有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的 还是怕皇后也想到此劫 到时候弄巧成拙 王政军反倒无罪了 可张婕瑜恶气难消铁了心要惩治他们 他吩咐卓公公 不管如何 反正一口咬定就是王政军自己放的花灯 接着他还亲自来到报室 亲眼看着他们受刑 等到两人受不住昏了过去 他仍然不肯放过 可即便如此 两人依旧不肯认罪 张婕瑜失了耐心 命卓公公赐死他们 对外只说他们是为罪自禁便罢了 而受到死亡威胁的袁儿 也在绷不住情绪 激动之下又把傅瑶给牵连进来 卓公公 我有话要说 卓公公 不是我和郑君干的 这傅姐姐说的 袁儿 不要胡说 傅姐姐说 在六千五颗放核灯 卓公公未曾想到 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当下也只能又抓了傅瑶 可傅瑶如何肯认 只是推说李袁儿断章取义 不过卓公公心中也亮堂着 明明他们放了两盏花灯 最后却只唠叨一纸 而且上面所写 与当事人郑君所说的完全不一样 在宫中沉浮多年 这种陷害他人的龌龊勾当 卓公公见得多了 要说其中没有内情打死他也不信 傅瑶听了坠坠不安 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卓公公拿到这一对玉镯 却是悚然一惊 这物件他是认得的 正是当年李美人的事务 此刻李袁儿的顾虑终于应验了 卓公公查出了他的身世 报给了张杰鱼 张杰鱼哪里还按捺得住 他给卓公公下了最后通牒 这两个人必须死 可彻底没了活路后 李袁儿反倒是看开了 他快速爬到卓公公身边 承认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花粉和花灯都是他一个人放的 是他嫉妒郑君所以才这么做 可郑君却依旧坚持原则 没有做过的事 即便是死也不能承认 卓公公也无动于衷 袁儿心中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皇宫里的人本就是世界上最冷漠的 早在他姑姑死的时候就该明白的 因此袁儿最后看了一眼郑君 然后用尽全力跑出 毅然决然地跳了下去 他和他姑姑的下场是那么的相似 而目睹了这一切的郑君 心如刀割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还只是个开始 从他进宫的那一刻起 各种阴谋诡计和陷阱都将如影随形 而他这一生都无法摆脱这样的生活 说回目前 袁儿死了 但郑君却依旧没法活 随着公公的一生令下 几个小太监卯足了 近勒着郑君的脖子 眼看他就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 皇后宫里突然来人制止了他们 公孙夫人表示这事皇后已经知道 他此番前来就是奉了皇后之命 专门审理此事 卓公公一头冷汗 将郑君带到前厅之处 疯狂解释自己刚刚的所作所为 是不得以为之 早已没了嚣张模样 公孙夫人微微一笑 并没有接他的话 而是让人给郑君松绑 他要听听郑君是怎么说的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民事里的人 郑君言辞十分诚恳 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表明 并发誓若有半句假话 死无葬身之地 都说到这份上了公孙夫人心里透亮 但放花灯确实是违反公规 不过念在郑君确实不知道此事 所以只是罚他在报事做苦力 临走之前他还留给郑君一句话 可得知此事的张婕渝确实急得跳脚 大家已经都知道他是舔了心的 要处死这两个家人子 如果真的失败了 那他这个皇上宠妃的脸可就丢大了 于是让卓公公立刻马上去除了郑君 卓公公无语 深吸一口气表示 我处死他容易 可事情暴露之后 您顶多是挨一顿罚 我这脑袋可就要搬家 再说您如今虽备受宠爱 可跟皇后对着干 岂不是让其他夫人从中得力吗 但张婕渝啥也听不进去 他一定不会让惹到自己的人 有什么好下场 而这件事也很快传到了永相 冯愿和昭君也都知道了这件事 看着他们悲伤气氛的模样 傅瑶也装出一副心痛的样子 但他张嘴说出的话 却只为挑拨关系 圆儿死得真是悲惨 也真是奇迹 私放和灯固然有罪 但也罪不至死 不然郑君也不会活下来 但怪就怪在 为什么只有圆儿一个人死了 这话就差没把郑君害死圆儿说出来了 相比较昭君的冷静 冯愿显然头脑简单立刻上钩 看着他跑出去的背影 傅瑶的嘴角勾起一丝得逞的笑容 带几人寻到郑君 却见他满脸污渍一身狼狈 傅瑶猫哭耗子假慈悲 说都怪自己没告诉他们私放和灯有罪 郑君却无意在此事上多做纠缠 只是让他们快些离开 否则被管事发现 免不了又是一番责罚 冯愿听此自然不肯 静止问起了圆儿自尽的缘由 郑君不愿相告 毕竟此事牵连张婕渝的私怨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可冯愿却只当她是心中有鬼 傅瑶见此赶忙添油加醋 如此一来冯愿更是气愤 她认定郑君是为了保命 所以牺牲了圆儿 悲愤之下她跳入水时 对着郑君又打又骂 还表明再也不愿认她这个姐妹 郑君有苦说不出只能默默承受 但更糟的还在后面 张婕渝的迫害无孔不入必无可避 郑君面无表情 自打她来到这里 就一直干着比别人多几倍的活 领着最少的吃食 她心里清楚是张婕渝在针对她 但她根本没有反抗的权利 只能默默地忍受 繁重的劳动可以奴役她的身体 但绝对奴役不了她的心灵 她始终觉得自己会有个光明的未来 即便是她也不知道 眼前这样黑暗无光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 而另一边 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的富瑶 也睡得十分不踏实 因为她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会看到蹊跷流血的袁儿在质问她 为何要陷害自己 平凡被噩梦惊醒的她 悄悄跑到河边祭拜袁儿 希望她不要再缠着自己 而这一幕 恰好被冯愿看到 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 富瑶还为了往上爬 想尽办法接近张婕渝 为此不惜找到张婕渝的贴身侍女 狂献殷勤 熊儿看见好吃的立刻喜笑颜开 她哪里知道富瑶打的是什么算盘 而富瑶看她吃得开心 立刻表示 自己以后可以经常给她做好吃的 然后又是一顿溜絮拍马屁 还说自己有秘方 可以医治张婕渝脸上的痘痘 熊儿一听明白了她的意图 看在美食的份上 答应会在张婕渝面前提一提 可她离开之后 富瑶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总之在穷儿的帮助下 富瑶成功见到了张婕渝 只是同为有心计的女人 张婕渝一眼便看出 她是个极有野心的人 留这样的人在身边 只会徒增烦恼 所以随便说两句 就准备把她打发走 可富瑶怎么会轻易放过 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她将自己的姿态放得极低 表示自己只是想为夫人 治好脸上的痘痘 一番谄媚讨好之下 张婕渝还真就给了她一个 留在寝宫伺候自己的机会 可富瑶不知道的是 冯苑已经对她起了疑心 因此每天都来报仕 企图能见到郑军向她道歉 可一连三日她都被拒之门外 只知道郑军发了三天高烧 却没人给她食物和药 冯苑又担心又后悔 跪在亭楼里为郑军祈福 恰好遇到了来此处 吹萧的宫廷月师肖玉 只是她凄凉的月声 让冯苑更加难过生气 肖月师看着美人 可怜巴巴的样子 不由地问起她为何是苦恼 冯苑将郑军发高烧 却没人管得是一一表明 肖玉长叹了一口气继续吹萧 冯苑看着手中的萧 哭得稀里哗啦的 可下一秒她突然意识到 萧玉是皇帝最宠爱的月师 如果她出面 一定可以救下郑军 于是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恳求她可以去救救郑军 只要郑军得救了 我愿意出宫 嫁给你 反正我在宫里也不想待了 萧玉听此羞涩一笑 其实早在宫中方式那天 她就见过郑军五姐妹 而在他们五个人里 她最欣赏的其实就是郑军 如今听冯苑这么说 她心下一动 或许自己救了郑军 郑军也会以身相许 于是当天晚上 萧玉便来到了报室 坐在奄奄一息的 郑军身旁吹起萧 待萧生将郑军唤醒 又赶紧为她喝水 并从怀中掏出一副药 郑军活下去的念头 异常强烈 听到她这么说 迅速将药灌进嘴里 萧玉看着这一幕 欣慰地笑了 若是郑军 没了求生的欲望 那就不是她所欣赏的那个 坚韧顽强的女子了 兴许是老天 也觉得自己 对郑军太过分了 所以次日一早 还真就让烧了 三天三夜的郑军 活了下来 她睁开眼睛 就看到了一旁的萧玉 郑军用力地 将自己的手伸向她 萧玉将郑军扶起来 庸入怀中 最难的一关 她已经渡过了 自从母亲去世后 郑军就没有再被谁这么抱过 如今在这么温暖的怀抱里 她有些上头 就这么捧着萧玉的脸亲了上去 她太需要温暖了 可下一秒 萧玉却清醒过来 她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绝不会趁人之危 你是恶鬼 你拯救 有力气 萧玉轻轻一笑 若你彻底清醒后再来找我 届时我一定不会放手 说罢便转身离开 临走前 她还把自己的萧扔给了郑军 私人已去萧上余温 却还尚存 郑军怀抱长萧 度过了漫漫长夜 来日天明 她是被逢院喊醒的 原来 公孙夫人在得知此事后 狠狠斥责了此处管事 郑军日后性命应是无余了 冯怨是个直性子 没一会就把傅瑶 祭拜袁儿的事说了 她怀疑袁儿的死 和傅瑶脱不了干系 可郑军久经冤屈 以己夺人 她不想无凭无据 就冤枉傅瑶 但话虽如此 姐妹之间这份疑虑 却是存下了 而傅瑶见郑军活着回来 心情也很是不美好 不过如今 还不是彻底闹翻的时候 只能继续维持虚伪的姐妹情 几日后 郑军终于找到了机会 去见了肖瑶一面 与在大牢中不同 此时的她恢复了往日的矜持 那一日的亲密和温存 仿佛成了黄粮一梦 明明是郎友情切有意 可无端让人觉得有缘无分 回去之后 公孙夫人亲自前来传话 说是宫廷画师毛岩寿 将会给每个家人子画像 交由太子挑选 而这里面将会诞生一位太子妃 这是每一个人 展现自己美丽和才艺的机会 也可能是你们毕生唯一的机会 整个皇宫再次暗流涌动 这个不顾旁人眼光 随时随地给美女揉脚的男人 正是西汉帝十一位皇帝刘氏 此时的他还只是太子 而这位妃子 就是他最最宠爱的司马良帝 这般温柔温馨的场景 看得郑军心中一阵向往 此时的他哪里能想到 自己的命运会因为这个女人 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司马良帝的生日宴会上 刘氏毫不掩饰自己对司马良帝的爱意 这辈子 你每一个生辰 我都陪你度过 下一辈子 你每一个生辰 本王也都与你相伴 从锤条 豆蔻 若关到茂迪 你说好不好 两人的眼中满是深情 再也容不下第三个人 但可惜的是 司马良帝向来身子孱弱 听到这般许诺也只是苦笑一声 眼神忽然撇到桌子上的一个精美小礼盒 虽不知道是谁送的 但还是满脸开心地拆开 却不想精致地包装里 竟是一只死老鼠 这把司马良帝吓得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他的生肖就是鼠 送礼之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身子骨本就虚弱的司马良帝 在遭受了这样的打击后 直接进入神秘倒计时 他躺在刘氏的怀中泣不成声 我舍不得把这个怀抱让给别人 殿下 在我死后 再也不要重新其他的良定 在线上最后的离别之吻后 司马良帝死在了刘氏的怀中 而他的死在暗潮涌动的后宫 激起了一阵不小的浪花 每个宫里的娘娘贵人 都想在太子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 以便将来好掌控太子 张婕宇也不例外 琢磨着到底送谁去太子身边 他的贴身侍女穷儿显然会错了一遍 她娇羞的模样 让张婕宇一脸懵圈 而另一边 公孙夫人也在皇后的示意下 将太子选妃的消息告诉了宫中所有的家人子 说会有专门的画师来为他们画像 他再将画像转交给太子 说不定谁就一步登天 飞上之头变凤凰了 郑军和昭军两人 完全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而冯苑和富瑶心中激动万分 富瑶再次偷偷摸摸 来张婕宇这里表忠心 恳请他能脱关系把自己送到太子身边 如果奴婢可以成为太子妃 奴婢就会被夫人笑全马之劳 奴婢不仅可以成为夫人的眼睛和耳朵 被夫人您收集消息 还可以成为夫人的嘴巴 劝说太子听从您的心意 而冯苑则抱着一些糕点 来到画师这里试图贿赂她 让她把自己画得漂亮一些 可这些廉价的东西画师哪里看得上 不仅没把冯苑画好看 反而画得更丑了一些 而且她还阵阵有词 送什么样的礼就画什么样的画 别人送黄金 自然就画得美若天仙 冯苑不过送了一盒廉价的糕点 又能好到哪去 冯苑气急败坏 当下就要撕烂她的画 毛炎兽见了又气又怒 扬言要将此事上报 最后还是昭君看不下去 表明 毛炎兽自知理亏也不敢再发作 但这份梁子却是结下了 至于冯苑虽两番遭挫折 但依旧百折不挠 这一次 她更是直接求到了公孙夫人面前 还说自己虽然未必有其他家人子好看 但身材绝对不比其他人差 肯定可以抚慰太子受伤的心 说着她竟当着公孙夫人的面 脱起了衣服 公孙夫人大怒 她向来重视礼数 几时遇到这般不通教化的野丫头 这时郑君赶了过来 看到如此荒诞一幕 也是吓得不轻 慌忙拉着冯苑跪下求情 却听得公孙夫人历声说道 信得郑君再三求情 这才没被逐出宫去 但这看似荒唐的举动 却也换来了意外之喜 公孙夫人不知出于何种考量 竟然真把冯苑纳入了举荐名单之中 收到消息后冯苑欣喜若狂 欢快地向着孩子 就此姐妹四人 有三个人都入了备选名单 唯独昭君明珠蒙臣 好在她生性豁达 本就未曾追求权势地位 所以依旧恬然自若 正应了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背 既然我没有当太子妃的命 那么老天爷一定对我另有安排 我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与其无精打采的过日子 倒不如自得其乐 见昭君这么豁达 冯苑和郑君也就放心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几人开始全身心地准备 和太子的见面礼 临进宫前夜 傅瑶来到放置衣服的屋里 偷偷穿上雍容华贵的太子妃礼服 幻想自己和太子的幸福生活 对权力地位的渴望 在这一刻达到顶峰 他不允许任何人与他抢这个机会 因此在次日出发时 他偷偷藏起了 郑君精心准备的礼物 郑君发现礼物不见了 只能回到屋子里翻来覆去地找 但一直没找到 而屋外的酌公共箭及时快到 不能再耽误下去 于是也不再等候 直接就让车队出发了 且天宫也不作美 等郑君出来时 外面又下起了倾盆大雨 郑君狼狈地在雨中奔跑 好巧不巧地又碰到了蕭语 可蕭语得知郑君要去参加 太子妃的评选之后 心中有些吃味 阴阳怪气地嘲讽了几句 不过最后他终究心软了 拉着郑君上了自己的马车 将他带到一处偏殿 拿给他一套干净的华服 让他重新梳妆打扮 临走之前还送给他一把段书 让他把这个当作礼物送给太子 如果太子问你的书 怎么一做书 你就说 是避雨的时候经过一座宫殿 在里面找到 让他也是天意的 知道吗 郑君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但内心深处还是对他有着莫名的信任 答应下来 好在路途不算远 他也总算赶在大典开始前到了东宫 当太子问到他段书的来历时 郑君谨记萧玉的交代 说自己避雨之时 偶然进到一座偏殿 才得到这一身衣服和段书 你知道这把书子的来历吗 这是我和司马良帝成婚当日 他所佩戴之物 书子的另一半 是我亲手掰断 随他一起入土随葬 郑君看着太子忧愁的面容 不由得心头一颤 说自己之所以捡来段书线上 也是另有隐喻 此刻殿下的心 就像这把段书一样 已经无法再复原了 治疗伤口唯一的办法 就是时间 只有时间 才能治疗心灵的伤口 皇后看着台下的郑君十分满意 她不需要太子妃多么貌美 身份多高 她所需要的正是像郑君这样聪慧 能够抚慰开导太子的人 也许这就是命定的缘分 郑君就这么阴差阳错 当上了太子妃 台下的富瑶恨得后 曹牙都咬碎了 自己这不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吗 早知道就不把郑君的礼物藏起来了 回去后她一顿吐槽 我们几个一同进宫 一同受苦 一同跪在别人脚底下 看人脸色行事 为什么她就可以荣华富贵一铺登天 而我们几个 却要在这个破屋子里面继续受罪啊 相较于她激动 昭君和冯愿就显得淡定多了 反正他们相信 郑君当上太子妃 也一定会照顾自己的 可他们哪里知道 外表光鲜亮丽的太子妃 不是那么好当的 夜深人静之时 郑君看着明艳喜庆的凤冠侠配 心中却没有一丝的开心 只有对未来的担忧和悲凉 她虽然靠着司马良帝的遗物 成为了太子妃 但同时也彻彻底底沦为了替代品 从此以后 不管她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都不能再从刘氏这里得到爱 次日郑君醒来 太子早已不在身边 屋内只有一位负责 教她宫中礼仪的管事 尹夫人 和两个为她更衣的婢女 看着雍容华贵的礼服 郑君表示能否换一件比较朴素的 不料这句话却遭到了尹夫人的白眼 太子妃的衣着 必须高贵雅致 这是象征身份和地位 虽说你已过惯了第一位的日子 但自从你进入太子宫的那一刻 就不要再留恋从前了 这一番话明里暗里讽刺了郑君的出身 但郑君毕竟出来乍到 便也只能忍了 只是衣服却坚持要换 因为当今皇后素来简朴 她又怎可心安理得的奢靡招摇 尹夫人见她搬出皇后 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同意 但心中却更加不满 换好衣服后 郑君打算去给皇后请安 半路上却撞见了傅瑶 此时她身份已不同往日 但对昔日姐妹依旧毫无架子 可就在两人携手续话之时 尹夫人又开始呵斥 傅瑶只好重新跪下 郑君见此于心不忍 向尹夫人解释她是自己朋友 可尹夫人却不管这些 口中只有礼仪尊卑 像傅瑶这般身份低贱的家人子 只配跪着回话 傅瑶听此极度到发狂 她不甘心就这么屈居人下 百般恳求张婕瑜再给她一次机会 张婕瑜权衡利弊之后 一咬牙 还真就带着她来到上官太后这里 举荐富瑶留下来伺候 富瑶自信满满 表示自己定会做到事事让她满意 可留下来的第一天 她就见识到了太后的难伺候程度 一碗要摔了七八个碗 才肯吃上那么一两口 急于表现自己的富瑶 将要掺到了熬好的桂花玉露之中 笑意盈盈地端到太后面前 企图展现自己的贴心与聪慧 可当太后尝出其中的怪味之时 瞬间大发雷霆 因为她平生最讨厌的就是受人欺骗 哪怕是为了她好也不行 说着就要把富瑶拖出去斩了 危机关头富瑶灵机一动 这几句话倒是让太后有些吃惊 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人敢在她生气之时 继续顶撞她 富瑶算是第一个 看着她瞪大双眼 像自己表忠心的样子 太后轻看一口气 决定留下她的性命 并让她继续伺候自己 经此一事 富瑶成功获得了太后的一丝信任 与此同时 郑君的日子确实十分不好过 每天忙得晕头转向不说 还要忍受着下人在背后嚼她舌根 嘲讽她结婚至今 只在新婚之夜与太子同床一次 很不幸这番话被郑君听得真真切切 尹夫人吓得魂不附体 哆哆嗦嗦跪下求饶 郑君心中自然有气 但她毕竟善良 并未多加为难 这番敲打 成功打压了尹夫人之流的嚣张气焰 但他们两人的话 终究让郑君心中泛起了涟漪 当晚她就亲自备好一桌韭菜 招待太子 然而刘氏却依旧一副兴趣缺缺的模样 以往司马良帝在的时候 总是想招法地把她的膳食弄得别具一格 而不是郑君弄得这稀松平常的佳肴 不过在郑君的再三坚持下 她还是喝了一碗药膳 心中无碍自然不懂心疼人 明明是表扬的话 听着却毫无情味可言 品尝之后刘氏也未有逗留 直接离席而去 郑君心中怅然若失 皇后是过来人 一下就猜到关键所在 那就是郑君太过坚强 而这原本的优点 在夫妻关系中就变成了弱点 郑君从善如流 回去就学着司马良帝的法子 给太子刘氏做了一桌好菜 太子心下感动 但却依旧高兴不起来 因为今天是她生母 许皇后的忌日 但讽刺的是 宫中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 记得这一回事 哪怕是她的父皇 这一番话 同样也让郑君想起了 自己的母亲 她卸下了自己的肩墙 两个受伤的人抱在一起 心心相惜 在这一刻 他们彼此的心 第一次有了靠近 与此同时 傅瑶已经打听到 太子刘氏精通英律 他开始要求 萧玉娇自己弹琴 并且终于在这一天 借着弹琴成功接近了太子 再向太后请完恩后 刘氏途径后花园 老远就听到了一阵琴声 循着声音走过去 便看到了一脸娇羞的傅瑶 美景加美人 让刘氏有一瞬间的心动 她静止坐到她的身边 表示傅瑶虽然弹琴姿态优美 但离那种无我两望的境界 还差得很远 弹琴 要只随心动 才能做到自然天成 殿下指点的证实 卢婢啊 这是粗通情境 对于其中的奥妙 还未能理解 殿下 可否为奴婢唏嘻指点 两人的手就这么不经意间 触碰到了一起 在往后的日子里 傅瑶更加刻苦练琴 而刘氏来给太后请安的频率 也从一两个月一次 变成一个月最低三次 在看傅瑶为了练琴 将十个手指都磨破之时 刘氏别提有多心疼啊 如果奴婢的琴声 可以为殿下解除烦难的话 就算十个手指都磨烂了 奴婢再所不惜 本王 再也不许你弹琴了 说着就把傅瑶拥入怀中 两人的感情在一次次的会面 谈情之中快速升温 刘氏已经到了每天不见她一面 就着急的递步 而她这些日子反常的行为 也让郑君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所以次日去向太后请安之时 她执意要同刘氏一起 刚给太后说了几句话 刘氏就不见踪影了 出来寻找 就看到了两人拥吻的这一幕 回到太后的请殿后 傅瑶和刘氏继续眉来眼去 郑君心中五味杂臣 一个是自己的丈夫 一个是自己的姐妹 却同时背叛了自己 而在上座的太后 也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于是在郑君他们离开之后 太后叫来傅瑶 说自己知道她进常乐宫的目的 无非就是取得她的信任 在借机接近太子殿下 太后殿下 奴婢绝不敢心存歹念 奴婢所做的一切 完全是出自于对太后殿下的挚爱 奴婢很小便没了母亲 奴婢对太后殿下 是用那种对母亲 制成制肖的心来服侍您的 太后听此却摇了摇头 真心也好假意也罢 既然你我相遇那也是缘分 你若喜欢太子我成全你便是 傅瑶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多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几天以后 他就以良帝的身份 光鲜亮丽地出现在郑君面前 从今以后 我们就更加亲密了 因为我们有了同一个账目 目以成舟 郑君心中再有不满 这也是既定的事实 他只能选择接受 希望两人可以和平共处 共同辅助太子殿下 可这注定只能是他一个人的 没好幻想罢了 傅瑶可比郑君会讨男人欢心 自打他进宫之后 刘氏晚上就没去过别的地方 夜夜与他缠绵在一起 刘郑君一人独守空房 但傅瑶显然还不满足 他一定要把郑君拉下来 取而代之 于是次日一早 他便找到萧玉 想要借他的手使郑君身败名裂